长城4S55青年版配置高国5月5日上市 日前蝉汽车公布了4S55青年版的实车图 新车将针对外观及内饰进行升级并定于今年5月5日正式上市 外观设计上新车相比在售的2018款4S55增加了黑色运动套件 包括进气格山和18寸轮毂均进行了黑发处理 使得新车整体更加个性化 同时新车logo也将采用全新的黑底色设计 配置方面新车拥有远近光分体式LV大灯 并速巡航TP-MSK监测全景天窗和发用寸中控液晶显示屏 并针对中控屏幕更换了全新的UI界面设计 整合了Incel智能车载互联系统 造车影像和卫星导航 此外该车还增加了红色内饰可供消费者选择 重力方面长安CS55青年版将搭载 BC1.5T发动机 其达功率为156马力 空置扭矩是256米 传动方面匹配的是来自于IC的6速自动电动箱